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是我们所听见的 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敬伴 要将烟花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 诉说给后代听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 在以色列中设遇 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享得 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听他们的仰 好叫他们仰望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我要守他的命令 今天我们聆听主道 我们请会主为我们正道 数算恩典传承信仰 我们亲爱的夏牧师 还有师母 还有我们的余牧师师障 还有我们年会的会务领袖 邻国地会务领袖 还有我们教区的会务领袖 下长年弟兄还有在座的执事 弟兄姐妹们 大家在主里面平安 平安 复活节平安 平安 首先代表年会 恭贺我们怀恩堂三十周年了 三十年来真的不容易 我也见证这三十年来上帝 从开始透过谢恩堂 夏牧师同工们 设立在President这个地方 开始教会 我们也见证了 历界的牧者 年会拆派到这里来牧养 也见证了上帝 如何预备了这个探索 成为我们长久自己的产业 来继续的服事神 三十年 真的可庆可贺 因此代表教会 代表年会 向大家请安 祝贺大家三十周年 平安快乐 并且接下去 还有很多的三十年 可以继续的同心 合一的来兴旺福音 建立主的教会 教会壮大 不只一间 可以执堂 继续的拓展 神家的事工 若不是这样的意象 谢恩堂跟澳洲卫底公会 也不会有今天的 二十五个堂会 不到所 不到在 所以非常的感恩 来到这里 今年其实我们年议会 属下的这二十几间当中 有好几家堂会 都有大的周年庆 所谓大的周年庆 就是十周年 二十周年 三十周年 或二十五周年 三十五周年 这个我们 我自己看为是比较大的 周年庆 我们今天在这里 有怀恩堂 我们三十周年庆 六月一号 六月一号 我们在阿德莱德 这个圣恩堂 有二十周年庆 然后在六月九号 我们在布里斯本 主恩堂 有三十周年庆 然后八月二十五号 在布里斯本 福恩堂 有三十五周年庆 这些周年庆 都是为了感恩上帝 也是为了见证上帝的作为 更是要激励我们 我们直到如今 没有放弃信仰 我们直到如今 我们要继续的传承 主耶稣基督 所托付给我们 宣教 建立教会 教导信徒 兼顾信仰的 这一个大使命 感谢主 今天 也是复活节 复活的主日 这个 耶稣基督 复活的信息 传承了 将近两千年 为什么要传承 耶稣基督的复活 有人说 这只是一个迷信 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一个虚假 灭造出来的 谎言 谁会愿意 为一个谎言 去流血呢 谁会愿意 为一个谎言 宁可倒钉十字架 牺牲生命 也要为基督做见证呢 天下人间 古今往来 人类所有 所有有记载的历史中 以及将来 未来的人类 过程中 没有一个 能够从死里复活又升天 耶稣基督是天下人间 唯一的救主 因为在历史中发生过 唯一只有一次 给你们信 给你们做见证的机会 可是太难信了 这福音怎能信 因为超约科学 超约理性 超约物理 也超约了人类 所有历史记载的事件 这样的事件 不能信 不能信的信仰 怎么能传两千年呢 因为有许许多多当时人的见证 因为有许许多多当时的铁证 一直传承下来 包括福音书也是铁证之一 从耶稣基督受难复活之后 我们知道复活节的那一天 很清楚记载着 清晨几个妇女到坟墓去 结果发现 耶稣的坟墓是打开的 进去一看 耶稣不在里面 于是妇女们就跑到门徒那里去 说我们的主不见了 两个门徒 一个叫彼得 一个叫约翰 跑到空坟墓那里去 一看 耶稣不见了 看见的是什么呢 看见的是包裹耶稣基督身体的布 圣经说平躺在那里 意思是说不是拆开的 平躺在那里 意思是说 耶稣的身体好像蒸发掉一样 那个就这样平平的塌下来 好像果头精 耶稣抓着果头精 离开的时候放在另外一边 这两个门徒进去的时候 看见圣经说 在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 第一个信复活的 就叫做约翰 因为圣经说 那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 看见那平躺在这个 这个石床上的这个果尸布 以及果头精 圣经说了一句话 那耶稣所爱的门徒就信了 他是复活 主复活 主复活之后 第一个信耶稣复活的人 虽然旧约圣经 许许多多处都在说明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是怎能信了 就连跟着耶稣三年 耶稣屡次多方的告诉他 他的门徒说他必要受难 但是必要三天复活 可是复活的那一天 能信吗 几个妇女跑过去说 身体不见了 不知道谁偷走了 门徒去也没说彼得信 只有这个约翰信 门徒回去 结果留在坟墓面前 是玛利亚 摩大大玛利亚 在那里哭 哭的时候 后面有一个声音 对他说你为何哭 玛利亚说 圣经说玛利亚以为是管员的 坟墓的管家 就说如果你是把主的身体拿走了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玛利亚 没有信耶稣的复活 因为不能信 什么能信 我常常说基督教信仰 为什么要成为这么难信的信仰 容易信一点不是幸福更多吗 所以信耶稣基督是真信心的人 而不是找一个容易信 如果真神上帝是全能的 这样的神迹又岂不能信呢 耶稣就喊了一句玛利亚 这个时候 摩大拉玛利亚就认出是耶稣 于是就抱着耶稣的脚 耶稣说我还没有升天到父那里去 意思是说还有一些时日我会留在地上 你去告诉我的门徒我必要与他们见面 玛利亚跑回去跟门徒说 我遇见复活的耶稣了 门徒信吗 门徒基本上不信 到了晚上复活节的晚上 对 到了那天复活节的下午 两个回以马五十的门徒在路上愁眉苦脸 为什么他们愁眉苦脸呢 因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的身体会不见 而且居然有妇女说耶稣复活了 显现了他们心里并没有完全信 因为如果是信他们不需要回家乡 如果是信他们不需要忧愁 如果是信他们就会等待耶稣向他们显现 如同摩大拉玛利亚告诉他们说 他要向我们显现 他们不信 后面跟上来说前面的朋友 你们在聊什么呀 这两位门徒不知道是耶稣 可见耶稣复活以后荣耀的形象 肯定变年薪了 肯定没有那么参考 肯定一夜之间变得荣光泛发 门徒认不出来 耶稣说你们在谈论什么 他们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居然不知道 就是我们所等待的 所希望的那位先知 那位米赛亚 结果被钉十字架了 今天身体都不见了 还有妇女说他复活了 看见了复活的耶稣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于是一路耶稣跟他们讲解 旧约圣经 关于基督如何受死 基督如何复活 一一的向他们讲解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事情 非常不可信 居然旧约有先知 早已预言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说你这个儿子长得真好啊 以后会发财啊 这种预言很容易说 因为我只要观察他聪明伶俐 品德很好 然后做事认真 我就可以说预言了 可是耶稣基督旧约里面的预言 早已说了 说了一两千年的时间 最后的一本先知书 是在耶稣之前四百年 马拉基先知 所以先知书早已一两千年前 不断地说 有一个上帝差遣来的 要做世人的救主 默默无声的像羔羊被宰杀 但是他要从死里复活 早已说了 童贞与玛利亚所生的这一位 有一天要从死里复活 可是呢 要被闲挂在木头上 早已说了 门徒们对这些预言 他们是读旧约圣经的人 怎么不懂 事情已经发生了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仍然不能信 这些门徒 这些门徒晚上的两个门徒回到家乡 时间晚了 就说客人啊 兄弟啊 留下来吧 明天继续启程 这是犹太人的基础 把耶稣留在家里 招待他吃饭 让他好好过一夜 第二天早上还要预备一点点心 让他带在路上 可以继续他的路程 在用晚上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向天父上帝注谢了 就是这一个动作 是这两个门徒 三年来很熟悉的动作 因为每一天用餐的时候 每一次晚餐的时候 那一个动作 是耶稣基督独特的动作 一拿起饼来 他们的眼睛就亮了 这不是我们的耶稣吗 圣经说 就在那一刹那 耶稣就不见了 所以那个饼 应该是从空中掉下来 耶稣不见了 这两个门徒要做什么 这两个门徒 非常辛苦 走了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回到以马五世 就在五六点钟的时候 发现耶稣复活 他们又赶路 回去耶路撒冷 又走了三四个小时 因为复活这件事情 不能信 但是亲身经历 不能不说 这样伟大神奇的事情发生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不告诉人吗 多辛苦还是赶路 那边走了七个小时的路程 至少来尾 回到耶路撒冷天黑了 门徒们吓得要死 耶稣身体不见了 不行 因为 耶稣身体不见了 首先要找谁 官方兵兵要找谁 找耶稣的门徒 所以有人说 耶稣身体不见 根本没有复活 因为门徒偷走了 门徒哪里敢偷耶稣的身体 吓都吓死了 偷走以后他们就是被抓 下一个钉石之架的就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吓得要死 关在一个笼房里面 这两个门徒赶回来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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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是不是兵丁来抓拿我们 不是啊 我们是某某某 我们是某某某啊 开门进来 门赶快关上 然后就说 你们为什么回来 我们遇见复活的耶稣 耶稣陪着我们一整个下午 他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心里是多么火热啊 这就是为什么 门徒写福音书的时候 要把这一段话写出来 耶稣陪着他们讲解旧约圣经的时候 他们心里火热起来啊 他们的信心被建造起来啊 然后认出复活的耶稣 不得不回来宣布 门徒信 充满了质疑 早上的玛利亚应该是幻觉吧 一个人嘛 一个人幻觉 地界耶稣 抱着耶稣 很可能是像平时一样 替耶稣洗脚磨脚 幻觉 可是现在变成两个人见到耶稣 同时见到耶稣 而且不是一下子 是整个下午 而且是一起准备要吃饭 这不会是幻觉吧 好吧两个都伤心过度欲绝 就自己编造故事耶稣陪他们吧 到了晚上 门又关了 这两个门徒也在其中 耶稣忽然间在他们中间显现 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是当时的门徒会不写下来吗 肯定写下来 所以有认为福音书不只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 有一些遗失的没有收集到的 在这个收集到的古卷当中 有一些片段不能凑成全本的 他们为什么要著书写一个虚假的谎言 然后等着罗马兵兵整个犹太教来逼迫他们 这合理吗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干嘛要写出福音书 干嘛要去宣讲耶稣复活 然后等兵兵来 等这个犹太领袖来抓他们 鞭打他们 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耶稣向他们显现在这个阁楼里 愿你们平安 每一次见面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这一次十几个门徒同时幻觉吗 幻想耶稣基督复活吗 不是的 就在他们惊讶的时候 耶稣拿出他的钉疼手 所以不是假冒 谁能够冒充耶稣 然后把自己的家 然后把这个乐堂刺几个洞 谁能 谁能够在阁楼都关闭的时候忽然间显现 如果不是复活的耶稣 谁能 如果你是那天晚上在阁楼中 亲耶稣生出来说你们来摸我 如果你是那一个摸过复活耶稣 你会不写下来吗 你会不出去向人传吗 砍我的头 我还要说 因为这就是我亲手摸过 亲眼看过 亲手拥抱过那位复活的耶稣 我怎么能够不说 所以复活是铁证 不只是复活节那一天 那天晚上多马不在 又是一个不信的 我再说基督教复活的信仰 是天下人间最难信的事 也是最不愿意信的事 如果这不是事实 天下人间是一个笑柄 是一个笑话 这两千年来 一亿万万人是傻瓜 但是我们是信虚假的 灭造的故事吗 从彼得他们开始 一个一个为福音流血 一个一个宣教士为福音流血 他们是为了一个假的故事吗 他们用他们的血 去做一个见证 在人类历史当中 唯一一次上帝把他的独生爱自 来到地上受死 然后从此里复活 人类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只有一次这样的事情 能够不传承吗 能够不宣讲吗 你今天还在怀疑上帝 不能够成就一次 自己的爱自耶稣基督 从此里复活吗 我们还要根据圣经来研究 然后做结论 用一个很微小的科学知识 来做研究 那个浩瀚无穷的智慧 跟大能的上帝 这是何等无知的事情 多玛不肯相信 门徒第二天跟多玛说什么 多玛你昨晚上跑到哪里去了 耶稣向我们显现了 多玛怎么说 我绝对不相信 所以复活节的信息难信 我绝对不相信 除非 有除非 除非我亲手摸到他的伤口 亲手探入他的肋盘 这个多玛更过分 又翻译更强烈 除非我用我的指头 去挖他的伤口 用我的手指挖进他的肋盘 那伤口 否则我绝对不信 哇 所以你要想象 我们亲爱的朋友 受了某一些科学主义 或者现代社会主义 或者是物质主义 或者无存主义的教育的人 怎么能信耶稣 太难了 过了七天同样的晚上 就是主日的晚上 连续两个主日的晚上 复活日的晚上 门徒一样 怕了一个礼拜 躲了一个礼拜 一样在这个阁楼里面 同样的情景 忽然间耶稣又显现 耶稣这次显现 愿你们平安 这一次耶稣是要针对多玛 转过来就对多玛说 多玛 伸出你的指头来 摸一下我的伤口 伸出你的手来 挖一下我的肋盘 肋盘应该是左边 因为刺进去 有水跟血出来 应该是经过肺 到心脏 抽出来的时候 水和血撒出来 肺都积水 所以耶稣必定死 耶稣没有假死 耶稣是一定死 而不是没死 然后在坟墓里 休息的三天 就自己拆开那些果 果头巾跟果丝布 然后就走出来了 然后很有力气大力士 然后就把那个石头滚开 然后就把那几个冰丁打个半死 然后他就出来了 你以为耶稣是superman 更何况全身的血都流光了 六个小时在十字架上 耶稣哪能没死 你现在哪去插一刀 然后手脚钉四个洞 然后就放在冷冰冰的床上 看你三天死不死 看你三天死不死 耶稣复活了 下面一句话太重要了 是针对你说的 如果你还在犹豫信耶稣 你今天就要信耶稣 下面一句太重要了 耶稣对多玛说 你看见信 下面一句 那没有看见就信了 有复了 我们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 但是在我们前面的大哥大姐 他们是铁证 他们看过 他们摸过 他们认证过 认证过 写下来 这个铁证 一直传到今天 因此耶稣复活之后 升天之后 那没有亲眼看见复活身体的耶稣 却因着这些铁证证人 所写的而信的更有福 福音就是这样传下来 因为我还有一大篇的信息要分享 复活节不能不坚定你的信心 一定要坚定到你的信心 而且你又更有把握 更有胆量的去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 因为没有别的宗教 有这般的福音 没有别的宗教能够宣讲一位上帝的儿子为人受死 然后胜过死亡 胜过死亡也证明他是唯一的救助 所以宣讲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可以靠着得救 只有靠着耶稣基督 只有靠着耶稣基督 一点不是夸张的事情 因为只有他 从事已复活 我长话短说 接下去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 一直到四十天的时候 已经向许许多多跟随他的人显现 光是复活的 升天的那一天 超过五百人在那个山坡上面 我们到以色列去也站在耶稣身边的山上 据说推动古迹 但是地理环境 应该就是那座山 那座山上有一个石头在那里 站在石头上面比较高一点 有人认为说耶稣在升天前 在帮他大使命的时候 应该是站在那个石头上 所以我也去站在那里 去感受一下 主啊什么时候见你的命 见证人超过五百人 我深深相信 这五百个人成为铁证 最大的铁证 因为当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 你们怎么能够不幸复活呢 那已经经过几十年了 你们怎么能够不幸复活呢 你们中间亲眼看见摸过 跟着复活的耶稣 看着复活的耶稣升天的人 一大半到今天还活在你们中间 你们却不幸吗 所以后来的信是根据这些铁证 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生天的人 以及写下的福音书信 所以我们不是迷信 我们不是一个谎言的信 我们是真心相信 我们是真心相信天下人间 复活的耶稣是我们的救者 感谢主 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复 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 不断地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 两千年来 因为这个就是要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 上帝为人类所完成的救赎大功 今天的经文 好 我来控制杨洪 今天的经文刚刚主席为我们读了 这个好像没有感应 我还是喜欢自己爱 那么诗篇78篇 其实诗篇78篇 其实就是作者亚撒 来述说上帝在百姓中间 过去所作的历史 上帝奇妙的救恩 上帝奇妙的作为 临到上帝的百姓 临到上帝的子孙 于是叫大家要感恩 不但感恩 而且要不断地诉说 传扬到下一代 子子孙孙都认识 这位行其事的上帝 在上帝百姓中 所完成的工作 这是旧约信仰的传承 新约 加上我们要传承 复活的耶稣 简单地说 78篇的背景 是一个训悔诗 是历史诗 是透过叙述历史的事件 教导百姓的一首诗 教导百姓 什么诗呢 历史叙述 从摩西拜领 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到大魏王 做王国 这个国王 兴盛的时期 整个历史背景 把它叙述 看上帝成就的事情 因此呢 信息叙述 是上帝的救恩 太奇妙 百姓要传承信仰 不可背命上帝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 做三十周年 因为我们要叙述 上帝在三十年中 所做的奇妙作为 如果我们不叙述的话 再多半代的孙子 一代的孩子 很快 大家就不珍惜这个家 大家就不看重的这个家 他们不认为这个家 有神迹奇事 而上帝在这个家 成就了神迹奇事 十篇 七十八篇 为什么要叙述 上帝子民的历史呢 为什么要叙述 教会的历史呢 为什么要传承 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呢 答案 为了要神子民 不忘记神的作为 忘记就忘本 忘本就无根 无根就 是浪子 是可怜的人 不忘记上帝的作为 我们不将这些事情 向他们的子孙隐瞒 不能够隐瞒 一定要讲 复活的事情很难信 但是一定要讲 上帝如何带领我们 过去的三十年 我们一定要讲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 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 述作给后代听 不可忘记上帝的作为 因为我们的教会 是上帝的历史 不是某一个会督 某一个会长 某一个人的牧师的历史 是上帝的历史 是上帝作为的历史 为什么要叙述 神子民的历史呢 为了教导神子民 学习谦卑 顺服神 不是我们伟大 是上帝怜悯领导 使我们有机会 这么渺小 去参与在 见证上帝神迹中 我去了尼泊尔回来 我感觉 我被上帝教训了一番 去之前 我还感觉到说 我们澳洲华人为你功夫很不错 我们可以支持三十几个传道人在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一年为他们盖一间礼拜堂两间礼拜堂 我们很不错 去的时候上帝大大教训我 因为我听了他们那里 他们 我们在那里所认识的教会 就是尼泊尔使徒行传 上帝早在那里兴起工作 上帝早在那里呼召门徒 呼召传道人 上帝早在那里一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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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会 没有礼拜堂却有教会 在偏远的山间早就有了 上帝只是怜悯我们 让我们不要高傲 让我们去看见 我们可以参与见证上帝的工作 我们以为我们做了一些预算很伟大 越属算上帝 越认识上帝在历史中的工作 就越看见我只是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部分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不配 来的一小分子 属算上帝的作为 使我们更加顺服 更加谦卑 第二神的子民当前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 当我们讲 当我们讲历史 当我们诉说历史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这个历史不能断 目的是这个历史是不断前进的 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 是上帝的心意 神指明当前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教导人认识上帝的话语 把人世间唯一能够引导人通往永生的真道 向人宣讲 唯一能够介绍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 独一真神的真道圣经的话语 向人来宣讲 你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不断地重复一些非常关键字训诡 口中的话 比喻 谜语 是所听见所知道 主宗告诉我们的耶和华的美德 和他的能力 他的法度 他的律法 他吩咐传给晓得之道 让百姓仰望神 神的话语是用不断地传承 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多所谓的教会 崇拜两个小时 讲到十分钟 有在传承圣经吗 有在传承这个独一的信仰吗 这是我们需要思考 也许上帝还一样怜悯领导 使用他们传福音 这不在我的范围 我只是觉得 圣经被强调越来越少 可是 我们是要传承上帝的真理 传福音 培育信仰的继承人 多难都要做 教会会没落 会懒 会去 会卖 是因为我们没有继承人 你辛辛苦苦 打拼了一辈子建立的公司 没有一个儿子要传承 你就只好变卖 信仰也是一样 我们历史三十年五十年七十年八十年 非常辛苦的打拼 最后礼拜堂变成送中礼拜堂 安息礼拜堂 最后全部送完了 安息完了 剩下几个就归到另外一个礼拜堂 那这间礼拜堂就空出来 做夜总会 做酒吧 做舞厅 没有信仰的传承 教会就会结束 早晚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历史 就是要 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 连我们自己的后代都没有听 我们怎么能够向外人讲呢 所以传福音是从近处传起 是从家里传起 是从家乡亲人做起 如果我们自己靠近的人 都没有听到我们的福音 我们的神的历史 那么怎么能向外人诉说呢 因为他立法度设立法 他吩咐传承给子孙 子孙就可以晓得 他们也要起来 所以你没有听见我刚才 怎么为孩子们祷告 他们都要成为信仰的传承人 要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在他们中间有牧师 如果你的孩子要去读神学做牧师 千万不要阻止他 要给他全部的支持 甚至还要鼓励他 如果你觉得他的性格适合做牧师的话 还要鼓励他 儿啊考虑一下吧 妈为你祷告 妈为你祷告 去啊 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工作 就是见证奇迹啊 见证什么奇迹啊 见证这位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工作 这就是牧师的工作 有哪一个工作有这么崇高 我们这么多一批孩子 里面有没有牧师 里面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传承 我们为理工会将来的会读 有没有可能 有吧 就在你们中间 有没有看中 看中他们去跳芭蕾舞 还是看中他们去补数学 还是看中他们 灵命怎么在教会里面成长 很多父母把礼拜天早上的时间牺牲掉 没有带孩子去主入学 因为礼拜天早上有踢球 因为礼拜天早上要补习 因为礼拜天早上有这个活动 那个活动 信仰摆在最后 上帝也把你放在最后 这是耶稣基督说的 如果你们没有看中上帝 如果你们敬畏上帝 你们这个上帝的祝福是直到其他千代 如果你们被命上帝 咒诅零到三四代 上帝的怜悯还是更大 敬畏上帝 上帝祝福你的子孙直到千代 我祖父祖母在中国大陆是全神的基督徒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 我父亲是一九三零年代到马来西亚九岁的时候 所以我父亲记得是基督信仰的家庭 所以从小鼓励我们去主入学 但是他工作没有去教会 当我父亲回天家的时候 那后来他就去教会 退休以后 他回天家的时候 我稍微算一下上帝在我家里的恩典有多大 七十个子孙 包括真孙 我算了一下按照我所知道 我姐姐我妹妹 还有我家里所有的媳妇 嫂嫂们 没有一个 连流产都没有 连一个流产都没有 我父亲有四十个孙子 还有五六个真孙 当他回天家的时候 在我父亲后代中间 没有一个比他更早回天家 这是我亲身的经历 信仰的传承 带来子子孙孙的祝福 你没有时间投资在历世历代 我们有很多时间投资在 给儿子 给孙子将来怎么买房子 怎么读书 我们却没有把最大的平安 喜乐 信仰传承给他们 这是我们的失误 这是我们的忽略 求主这一次兴起我们 当我们在做这个复活节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教会历史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信仰的传承 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我今天要结束在这个地方 还谈三十周年这个时刻 我们必须要数算恩典 数算什么恩典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来讲一下 数算什么恩典 为什么数算恩典 来因为我们记得 神过去三十年的作为 数算恩典 再来使我们 使我们不骄傲 千悲在神面前 所以从尼泊尔回来以后 我就不敢夸我们澳洲免疫会 比其他华人教会做得更好 我不敢 因为上帝联明我们 给我们有机会 去参与在天国事工上 越数算恩典 越谦卑 再来 传承信仰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以圣经教导人 认识神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是传扬福音 培育传承人 我们今天真的做得太宛若了 我们今天连传道人都不够 我们怎么能够说 我们在培育传承人 传承人在哪里 我呼吁 如果你自己知道 自己有感动 读神学做牧师 如果你知道 你自己的性格还可以调整 还可以跟人合作 还可以指导别人 这些可以慢慢多加学习 我鼓励你 先生 我们来祷告 主啊 感谢你今天早晨 这个复活的主日 也是我们数算三十年恩典的主日 主啊 在这一个主日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旧约圣经的历史中间 为什么历史被不断的记载 诗人讲得很清楚 就是要把上帝奇妙的作为来诉说 来教导下一代 让下一代能够传承 认识上帝 以及坚信上帝的信仰 主啊 如今新约 我们要传承 新旧约 包括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 如何道成肉身 如何为世人受难 如何从私利复活 所完成的上帝救福的工作福音 来传承 帮助我们 因为有信仰福音的传扬 帮助我们因为有圣经的教导 我们更加看见 神啊 我们渺小 但是可以为你做一些事 因为你拣选我们 感谢主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上帝祝福大家 感谢主 感谢主 祝耶稣迎着爱 进入我世界 先上命为宣扬 天国福音 我生命的释放 压制的自由 与他携手 共建造 天国一己 主耶稣迎着爱 进入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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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命为宣扬 天国福音 我生命的释放 表扬的自由 与他携手 共建造 天国一己 祝今天 祝今天 在这里 请传选 我们去 尽管 泪水 心中流 到处外面 一时 跟随到底 天命的释放 要望着 等待 他 是 借家 不还 我 不见 心 我今天愿回应耶稣的邀请 青红琢磨 琢磨 百中医疾 每一天感兴飞至今的时久 今生无悔更充足 直到一击 如今天在这里 请拆劝我们去 尽管美水心中央 到处闻便利时跟随到地 渐并渐行便行 遥望着哥哥都是指甲 无悔更充足 直到一击 如今天在这里 请拆劝我们去 尽管美水心中央 到处闻便利时跟随到地 渐并渐行便行 遥望着哥哥都是指甲 我无法果不见心 佛世主 漫长路 忧生悔孤独 相放弃主 托福 挥手拼拼 重温释迦迪安 声音在提醒 耶稣将被为人知 为我舍命 主 今天在这里 请拆却我们去 尽管泪水心中流 靠出温宴的十年随道理 渐明渐行连行 瞭望着各个都是指教 不怕我不前行 主 今天在这里 请拆却我们去 尽管泪水心中流 靠出温宴的十年随道理 主 总是 最迟疆 尽却我们去 尽管泪水心中流 靠出温宴的十年随道理 主 总是 最迟疆 尽却我们去 尽管泪水心中流 靠出温宴的十年随道理 尽管泪水心中流 靠出温宴的十年随道理 尽管泪水心中流 靠出温宴的十年随道理 主耶稣在等待你我的回忆 主耶稣 在等待你我的回忆 主耶稣 在等待你我的回忆 你为何再犹豫不敢前进 那往事家光芒 听见主呼唤 点燃生命为主火 天国降临 Zither Harp 用神灵意火为我施行 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 让生活烧尽些情和肆语 因为我愿为你去 成为我的一厢荣耀救助 让弯过的荣华景都失色 赐我勇敢的心已无为止 因为我愿为你去 定恨守 以我前行 我只愿 和你吸引 看完事为损失 受苦为消失 靠你的恩典站立 你很与你 你很与我前行 我只愿 和你吸引 看完事为损失 受苦为消失 靠你的恩典站立 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 让生活收尽些情和思义 因为我愿为敏许 成为我的一生荣耀救助 让万国的融化尽头是神 自我勇敢的心已无为止 因为我愿为你治 历届的会友领袖和我们的执事会主席 还有我们的请上台的点名啊 我们的赵远姐呢 今天有地没有来 还有我们的惠灵 今天我们的林友宫弟兄来了吗 没有来 没有建国 还有我们的主席 我们的韦韦 我们的Merry 曾经是做过的 上来我们一起切蛋糕 切完蛋糕我们有一张团体照 我们就坐在座位上可以照团体照 我们先切蛋糕 切完蛋糕我们有团体照 我们的前辈 来 还有隋下目是比较了解之前的历史 所以我也是晚辈的小辈的 不懂的哪一位 曾经在我们的执事会 我们的执事会的成员 全部上来站在后面 执事我们的执事 让大家给认识一下我们的执事 这一届的执事 这一届的执事全部上来 好 好了吗 还有哪一位 宴会 宴会有没有过来 请上前来 我们一起见证武神 三十年恩典的时刻 还有 还有 哦还有 不是这样 我背后卖领克上来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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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下四母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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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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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板分两个有大有小 有没有我们这些孩子们报告 代言我们之后我们在这些孩子当中 有牧师有慧忠 刚刚我们的慧忠也讲 有两个小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闹 真热闹 怀恩家宗喜阳阳 怀恩家宗喜阳阳 祈贯国 祈责国 有啥事 这啥事 耶稣赴佛与生日 耶稣赴佛与生日 主耶稣 主耶稣 神高阳 神高阳 战争黑暗即死亡 他为你 他为你 他为我 他为我 并许几下金阳阳 你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 信号编书门等救 感谢神 感谢神 爱于我 爱于我 人选进入神嘉宇 人选进入神嘉宇 老恩家 老恩家 建长大 建长大 人恩代于三十岁 人恩代于三十岁 三十年 三十年 金风驴 金风驴 鸿性传扬祗 胜仁 谁听的缓 treaty 圣驴 损讯神 ockey聖驴 主主欲 乘死寺 想正常 想正常 目凝目玉 须爱你 añ由 IQ 亨 ira ii 很求福 很求福 保守禮 常常活在 愛你 常常活在 愛你 要集群 常預備 常預備 迎天族來龍耀日 迎天族 還留到日 到那時 到那時 願你我 願你走 與主相盡心歡喜 與主相盡心歡喜 心歡喜 心歡喜 耶穌復活了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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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中文字幕——YK